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即市策略 今天是4月28日星期五 4月最后国家月日 下星期进入5月 会市在过去两星期 开市政治事件影响市比较多 亦可以说有些比较诡异 一有政治事件 发现美元似乎和大部分主要货币 都出现了不太同步的关系 一出现现象是否代表了有一些玄机 我们未见到 尤其是一样东西 可以看看走势和日元 日元大家会见到过去两星期 跌得比较明显 当然了 我们知道星期一是因为法国选举 但实际上如果大家记得 我们从周期去看 如果大家记得 其实由美国的量化宽松 到欧洲的跟进 和日本的跟进 甚至中国的4万亿 都会发现有一个两年的周期 这两年周期 如果大家计算 美国已经停了量化宽松 两年 还加息了 现在又会否导致全世界 由美国开始停止量化宽松 到加息 欧洲和日本可能都会倒订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今周见到这样的现象出现了 这是否代表 未来的事情会打回原形 尤其是日元 大家要理解 美国的量化宽松成功 但欧洲和日本的量化宽松 实际上不是最合乎理想 如果你在未合乎理想 又因为在时间上 你又已经觉得不能够继续推 可能欧元或日元 是最快打回原形的货币 如果打回原形 大家要知道也挺麻烦的 因为始终量化宽松 美国叫做救资 但债务都增加了 但救资可以慢慢还 但如果你救资 但又救不了 那怎样呢 大家要小心日元 会否有些比较大的转变 因为今周的确看到美金 不像以往我们所感觉到的 与所有货币有同步发展 尤其是大宗商品 已经开始跌得比较明显 例如昨天澳洲指、加指 发觉一直是这样转弱 昨天也是27日 我们看到油价有再次捉底 这次油价周期就在3月27号开始 所以大家要注意 既然是4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 会否仍然出现了一些比较诡异的变化 然后到5月份回来就正常了 大家值得注意 欧元如果今天应该怎样做 昨天已经说了很清楚 告诉大家 我一定建议大家沽 结果真是被我们有捉到日期高 昨天欧元真是上至1.09 32元就跌下来 不过就穿不到箱底 反而今天可能我会看它 应该还有一步调整的机会 日元反而我觉得 大家可能未来5月份 就要多些关注一下 因为可能会继续积弱 昨天反而扭转了跌势 还涨了上去 即是大家看到 日元又跌 欧元也跌 是因为价值升 所以要告诉大家 英国脱欧 就算它未开始完成谈判 你会发现 价值应该开始 当它是另类货币 即是未必会再跟欧洲货币 同步性是越来越差 所以大家要注意 因为事实上 它自己跌多了3000点 再看瑞士法郎 瑞士法郎 要告诉大家 我自己也觉得有点顶不住 瑞士法郎每天的波幅50点都不够 做到又觉得没什么意思 做不到又觉得 但事实上 我不太喜欢这种状况 因为这样很容易令到 你会将你的看法越收越窄 如果市场爆向一边 可能会失去一个机会 甚至乎要输一段钱 又要追上去 这是一个危险 大家在瑞士法郎 澳洲价值也是下跌的 看看是否过了4月便结束 澳洲价值下跌得比较多了 加价值也是 昨天再上升 再上升136 还要输到50多 所以整体上 我认为今天还会跟上今星期的节奏 澳元加元仍是职弱 唯独的价值强 但始终今天是月途收市 大家可以注意今天收市价 可否给大家一些启示 正于详细今天应该怎样做 记得去我Sky Finance的Facebook专页 及YouTube的视频订阅 便会收到今天的值市策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